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礼拜四冷气团封面报道了 北东雨势变得明显 那中南部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而且温度会明显下降 所以提醒你未来几天 就是礼拜四那一天 这个明显的降温点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今天的气象资讯 我们来看一下 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12到21度 这样的距离百分之二十 中部地区温度是14到24度 这样的距离百分之二十 南部地区温度是15到25度 这样的距离百分之二十 东部地区温度是14到23度 这样的距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外岛地区温度是9到20度 这样的距离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好 最后提醒你一下 明天华南云系还是会东移进来 但是北部跟东半部 雨大概零星不会太明显的 山区的部分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那南部地区天气相当的舒适 所以提醒你明天出门 还是带个雨具会比较保险了 接着我们看到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们看今天是这个 这个以上是今天的这项资讯 提供给你做参考